最后的好不错 开辟了新的事业 来段总 基金呢是3000块钱 奖金是根据部门业绩的达成 你个人业绩的达成 所以说呢 这个工资加起来大概在 4000到4500的样子 就是初步的这个规模 4000税前税后4500 也不用问了 也不用问了 税前的税前的 我们都是税前的 大主意已经有了其实 对 好吧 书表中的思考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 斯凯乐还是58同城 或者谢谢再见 思考 我也想好了 斯凯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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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再见 58同城 身边的生活帮手 感谢本节目的 特约播应单位 58同城的大力支持 也感谢本节目的 独家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虔诚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录到这个网址 来报名参与节目 同时您也可以登录 新浪微博 搜索非你莫属 实时对话我们波士团的成员 您有什么样的职场困惑 都可以和专家进行交流 我们的报名电话 18701531711 或者您可以登录网易邮箱 简历中心来报名 移动 连通 电信的用户 都可以编辑R53 加上报名信息 或者是留言 发送到10662000518 也许下一个应聘者就是您 移动3G用户 还可以拨打 1259090889 参与节目的视频 互动 或者您也可以录制视频 参与报名 您正在收看的是 随心而愿不高 音乐手机 非你莫属 有请下一位 做主持并不是有一个 特别有生命力的一个行业 因为你做5年 OK 你做10年了 你可能做10年吗 就是不是特别现实 我希望能找一个 就是踏踏实实的工作 建一个就是 比较大一点的公司 要让我看到一个 比较好的前景 有印象的 我杜菲老师和宋美佳老师 于亚飞 22岁 山东人 天津师范大学 波音与主持专业 本哥 大家好 我叫于亚飞 来自天津师范大学 波音与主持专业 很高兴能够来到 非女莫属 今天我想在这里 应聘一份 项目执行兼主持的工作 希望在这个特别的舞台 开始我飞一般的 职场人生 谢谢 好 亚飞是今年本科毕业 对对对 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 还在找 还在找的过程当中 你说 你想找一份什么 项目执行 项目执行兼主持人 对 什么样的项目 在执行动中当中 还是要兼主持人 你给我描述一下 就是像一些广告公司 或者是传媒公司 它有大型的活动 这种活动 一般都是有项目执行工作的 比方说像世纪家园 或者是百合 百合网 走秀网 可能也有 但是王刚那块有 包裹也有很多活动 对 又有项目的执行 对 又有主持这样的工作 对很多地面的活动 好 所以这个工作 你是一个主持人 你是一个主持人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有个求职者来了 这求职者哗上来了 然后办理一下 啪就摔到这了 你是主持人 开始 我们这位求职者 我们这位求职者是因为我的美丽而倾倒呢 还是因为在做12位boss的高智商的才华而倾倒呢 然后把它扶起来 这样继续下去 你应该是先把他扶起来 没有 没有同名心 我在说话的同时把它扶起来 不是你在说话的同时把它扶起来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首先你要记住你不是主持人 你是个人 所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有人摔倒了 我们要说 哎呦 没事吧 然后你再开始聊天啊 你哪能围着他 哇 是我 你清早了 还是他 哇 好 这是现场应变题之一 现在我们来做现场应变题之二啊 在在室外吧 夏天啊 你现在在主持一个活动 然后突然 停电了 停电了 全场漆黑一片 不知道是因为 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还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能不能 好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因为呢 我们今天可能是现场太热烈了 因为大家的激情 把我们这个灯都激情掉了 所以说 请让我听到你们的呼声好不好 那希望在这段时间 可以把我们的灯修好 让大家继续表演精彩 继续看精彩的表演好不好 我跟你讲 亚飞你绝对是一个爱自己 超过爱所有东西的人 你说当有人摔倒的时候 你问 是不是因为这个 是吧 而当黑灯的时候 你首先问的是 大家还能不能听到的声 我当然不是主持专业 我不懂 但我可以提过来 我的观察 你在上台是这样 更多的动作是 我觉得那个 你知道吗 啊真的 从头是平减点头 而不是一次性 但是他做的 爱玉你别学了 求你了 我做的真的有那么难 我觉得 凡事和曼妙有关的动作 以你的外形 你的身材 做出来都会很美 谢谢 而如果有难的去学 就会很恶心 现在 12位 到了大家第一次 发表自己的观点 看法的时候了 于亚飞 12位 你们选择让他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谢谢 脸霞为什么离开 没有一个 合适他的职务 你们不是也老有活动吗 我们有活动 不需要主持人 是自己公司的 我们会外请 而且我们活动 也会有一些 相应的公关公司来对接 沐妍 你们这儿老有活动啊 对 我觉得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 观众自己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的相亲活动的主持人 必须是非常非常关注 来的会员的 所以对不起 好 没关系 是一家园 没关系 加油 不太这么给人推荐人的 还有九位留了下来 亚飞 要向九位证明 天生我有财 大家一直都在追问你 主持的技能应变能力 其实我更关心的是 你的学习能力 你看在介绍的时候 你有提到 你学习能力很强 能不能有一些 更具体的事例 能够证明 你的学习能力是强的 作为我们这个专业 不是说所有的人 都会去接外场 不是说所有的同学 都会能接到外场 外场就是外面的活动 对外面的活动 那我从大二开始接活动 就是大大小小的活动 从几百的开始接 最后接到几千的活动 这个和那个问题不一致 学习能力 这样吧 这个我来帮大家看 你怎么来证明一下 就到目前为止 你觉得你已经学到什么 跟大家说一下 学到要照顾别人 作为一个主持人的时候 需要照顾别人的感受 这个不叫学习 这个只叫你得到了信息 学习是说你得到信息之后 你感悟了什么东西 然后觉得对你的一个行为 未来的行为 可能有改变的东西 才叫学习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挺关键的 因为你现在这个职位 还是比较符合 你现在的能力的哈 我觉得做个主持人不错 但是我觉得人生的规划 要看你第二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嘛 第二份工作 你第二份工作计划做什么 要告诉你 我刚才说过 想做项目执行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主持人 这个行业 尤其是对女生来说 并不是一个特别长久的行业 哦 所以要做项目执行 对 所以我希望可以 一边做项目执行 如果我的项目里 或者活动里 OK有主持 我可以去做 所以你想从前台 退到幕后 这是你的第二步 你真的考虑的是 所谓女主持人 做的年龄不够长 我认为这是托词 我们看到很多女主持人 做的时间非常长 做得非常好 吴小丽啊 鲁玉也做了十几年了 你是因为对你 做主持人不够自信 才想要往后退 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 这样的原因 在百分之多少 三十 那七十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 没有足够的能力 足够强大能力 就是不动用任何的关系 去进入一家电台 或电视台 没法签 轮不到 你说的是指正式编制吗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说出 真正的原因 如果你真的想接受的话 非正式编制 我相信十个人 里有九个人都接受 可是我不接受 她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因为目前的工作 其实是不能够带给 年轻的女孩安全感 咱们先不问了 大家表态吧 因为这个女孩呢 很简单 也许是对自己 当主持人不够有信心 但是你挺好的 谢谢 长得也挺漂亮的 谢谢 身材又曼妙 其实挺好的 我能抱您一下吗 一会儿 在你找不到工作 下去的时候 我们再抱一下 那还是别抱啊 来 我们来 九位表态 你们决定 让雅飞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梅飞老师离开 默契也离开了 今天还有三位 留下来 三位 先来说一下 你们能够提供的工作 走秀往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走秀往形象大使的活动 那么我觉得你可以 作为我们的形象大使之一 那么可以帮我们 到大学校园去做推广 这是一份工作 对不对 对 这不是一次性的活动 对吧 不是 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 对 市场主管工作 市场主管不是个管理工作啊 最基层的市场专员 我们也称之为 内部称之为市场主管 那这个主要干嘛 在做集体婚礼的时候 市场人员也要当主持人 明白我意思了吧 明白明白 所以说主持人和媒体接触 这两个方面 我们都需要一定的素质 对 让我插一句 我也是 其实像你长这么漂亮 又已经有男朋友了 不太适合去主持 相亲类的这种活动 因为那里面很多很多很多 他说找不到女朋友的男人 他们就更找不到了 他会 可能会找你要电话等等 这都是难以避免的 你男朋友 男朋友肯定不同意 所以沐妍的意思 就是我们俩已经结婚的人 就不能做婚恋网站的高管 因为不安全 我们不直接接触会员 但是你会直接接触会员 好 该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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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未婚式了 该我了 不至于江湖上以后传出去 说因为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你们两个急头白脸的 不值得 不值得 是为他一个正确的职业选择 来 黄刚 该我了 我们提供的这个工作 应该是你想要的这个 那个描述 首先我们需要主持人 我们有自己的娱乐节目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采访 第二点就是 我们有很多推广活动 所以主持人加项目执行 就是你想要的 三家企业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 灭掉 谢谢您 谢谢您 我不想说没有 看来 雅飞不想做主持人的这个事 已成定局 现在有两家剩了下来 谈钱 不伤感情 市场人员 由于你还真的没有什么市场的经验 需要培养你 所以我的工资是3K 使用期的薪水 大概是在 睡前的3500左右 睡前3500是吗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就在你一个项目里带来很多销售的话 你告诉我你的期望值到底是多少吗 4K到5K 稍等